因为有一个网红钟明轩 钟明轩他在YouTube上面说 原本现在有一个电影超级大卖 叫鬼灭之刃 那么这个在台湾据说已经票房3亿多了吧 对应该3亿了 因为10天卖2亿5 应该是有了 大家都去看鬼灭之刃 那事实上很多好的国片就被排挤了 那鬼灭之刃的配音 钟明轩说本来是要找他的 可是后来突然接获对方的通知 说这个合作取消了 那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老板的左右手要求 不能够跟钟明轩合作 因为钟明轩有政治立场 然后而且还祝福代理商 尽早倒闭 先请教志伟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钟明轩他自己本身的 YouTube的订阅有100万 他是106万 所以其实算是也是百万订阅的YouTuber 真的 那如果说观众朋友对他有印象的话 他其实在他很小的时候 八年前八九年前 那时候他是小学六年级 他就唱那个煎熬有没有 那时候他有个封号叫做煎熬地 所以那个影片他就是因为这影片爆红嘛 后来跟他阿嬷有拍一系列的影片 所以一路到现在 所以他有累积了蛮多的粉丝 那因为他就是跨性别嘛 他的封号叫国际美人 所以他是一个很特立独行 然后就是很会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刚刚郑大哥讲说 因为那个鬼灭之刃里面有一个角色 叫做夜梦嘛 那夜梦他在里面就是一个比较阴柔的 即便他的日本配音就是那种声音很 我觉得你应该要好好的睡觉 就是这个 最后那个配音被你抢走了 不好意思 钟平轩 你今天是故意来的吧 他在里面就是这样子 看过这个电影 我是看日文版的 那所以说钟平轩就在 其实鬼灭之刃应该 鬼灭之刃已经上映了 那其实照理说 如果今天我要讲这件事情 我应该在他上映前就要来讲 可是他可能孰可忍孰不可忍 因为真的上映以后 也有中文版嘛 觉得我有配的比较差嘛 所以他就呢 很带着情绪的录了这段影片 你可以看这个影片 这个是他四天前是124万次 我昨天有在看一下 已经200多万点阅了 那其实应该这样讲啊 如果我是钟平轩 我也会做这件事 因为鬼灭之刃现在 你有会做这件事 会 鬼灭之刃 我是说可是我的方式 可能跟他会不一样 为什么我说我会做这件事情 因为鬼灭之刃现在很红嘛 你只要讲到鬼灭之刃 影片点阅就高了 所以说他是带着情绪 录这段影片 那也成为他做YouTube内容的素材 那他当然讲说 本该是我配音的 对不对 但是后来居然换人了 而且呢 这个是他觉得是很粗糙的 因为他有讲说 那个就是这个代理商木棉花 当时是有写信来 要邀请这个钟明轩来配音 配里面那个夜梦的角色的配音 那一共有两封信 第一封信就是说表示 因为他自己有把这个信的内容 秀给大家看 那这个信的内容就是说要邀请他配音 觉得他很适合 然后呢甚至是说 如果你愿意答应我们的邀请 就是还要包括说我们31号有一个首映会 你要当神秘嘉宾 就是已经把条件都跟他讲了 然后请你报价给我 所以他就觉得说 哇太好了 我要当一个这么红的动画片的配音 于是他一定是回了信给对方说我愿意 而且也把价钱报出去 所以后来对方又回了一封信给他 告诉他就是我们真的觉得你很适合 所以已经跟你排了 9月23号就是会找一个配音老师 教你怎么配音 对帮你上课 然后我们什么时候就要配音了这样 然后最后我们溢价是多少钱 那其实他是有把价钱遮起来 那但是有说里面有写到说 我会提供你一些票让你送给你的粉丝 那或是一些周边商品 所以对钟明轩来讲 虽然我的合约还没有签 可是这样子已经代表你要找我了 可是呢在我要录音之前 却打了电话来给我说 对不起不找你了 那原因我觉得他会说是什么 有一个老板的左右手 就告诉他说 千万不要找钟明轩 因为钟明轩他的政治立场是偏绿的 因为他还跟蔡英文一起合拍影片过嘛 所以说不要找他 你找他呢 这电影就很麻烦这样 那钟明轩就表达了这样的事情 可是他也没有说是谁跟他讲说 老板的左右手这样讲 对 那显然就是跟他联络的人嘛 所以他就觉得说 这个公司也太不专业了 你都已经找我找好了 然后时间我们也都约定好了 然后我们也已经就是谈好合作的细节跟费用 那我都已经准备好要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你现在突然打一通电话来告诉我说不合作 他觉得非常不OK 所以他就言辞非常的偏激 他说呢你应该要跟我 就是不能只是这样子 要跟我盗窃 然后还说这间公司就是我祝福你倒闭 所以他是很生气在讲这件事情 所以说他就录这影片 那其实我看的那个影片下面有蛮多人留言 都在挺他 那就像我刚刚前面讲 你看这一张 他就是把信 他有后置 就是这个对方跟他往来的信 都有写在上面 这边就像我刚刚讲 九月二十三号要配音 二十四号要录音 那这边就是我讲的 把价钱抹起来了 那谁寄给他的 他也把他抹起来 因为这可能有个资的问题 但他因为这个我刚刚讲 就是来一个line 他们在line上面有联络 就是找他的应该是下面的企划 就有告诉他说要要换人了 然后他自己觉得说 怎么会突然之间要换人 这是真的吗 所以最后他在了解整个过程说 因为不是他嘛 不是他要配这个音 他就直接在他的影片讲 那个我祝福 代理商 对这个木棉花倒闭 那所以这个影片 倒闭其实力道不够 他讲尽早倒闭 还有多两个字 快一点的意思 加上时间感 对 有期限的 要尽早 所以所以其实 就是说他跟这个 找他的下面的企划 是有通电话 所以所谓的老板的左右手 这件事情 显然应该就是这个工作人员 跟他讲的 因为我们我去找你的嘛 那我不找你 也应该是要我来告诉你说 不找你 了解 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情就引发了轩然大波 然后呢就媒体也都报道 就说因为他讲说 因为是我的政治立场 所以被取消了这个 不过没关系 周明仙我安慰你 真的因为我也常碰到 对那周明仙花表以后 下面有一堆年轻人支持 那想请教大米 现在的年轻人在想法是什么 第一个我因为很多时候你必须就是先表达一下自己的倾向嘛 跟喜好 我是喜欢他的 你喜欢周明仙 对我是他的粉丝 然后我觉得其实他这一次讲不意外耶 因为他其实平常就X厂商啊 对 然后只是说过去那些厂商比较小 所以X的力道大家不会拿来做文章 那这一次因为刚好是X的一个比较红的骗子 他常常靠向北边 对他常常往北边靠 对 因为他就会觉得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这么想的 他觉得说今天是你厂商不对 你有疏失 然后你浪费了我的时间 然后后来你又这样突然撤换 是你不对我为什么不能讲 对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你要不要先检讨你自己 像他过去的X厂商系列 他站得住脚了他都认为说 今天是你的产品要检讨 我是在帮你产品做检讨 那我跟你讲实话 你要加油 所以现在年轻人会觉得说 你们这些老人 或者是你们这些做出不好事情的人 你为什么做了不好的事情 你不检讨你自己 反而要我低点